哇 我發現杯子會比盤子更有難度一點 對 所以現在是做一個這樣小小的這個 呂如週曆 幸運色 鷹哥紅 今日設計力會說故事的陶藝品 哈囉 大家好 我是Phoenix的曹佳琪 說要用大火淬煉而來的事物 你們會想到什麼呢 我會想到的是用火燒製的各種不一樣美麗的陶瓷藝品 今年台灣設計展伴著我們陶瓷產業的重鎮 就是鷹哥盛大舉行 網路溫度計呢 透過Keybo 大數據關鍵引擎 搜尋到台灣設計展在鷹哥的關鍵自由 陶瓷 工藝 體驗 設計等 那這邊用設計圈起多少精彩的人事物呢 就跟著我一起去探索吧 為了幫助台灣22縣市在地特色產業延續經營 台灣設計研究院從2019年開始推動T22計畫 透過導入設計與美學幫助業者轉型突破 陶瓷產業重鎮鷹哥作為全台的第一棒 在地品牌經過三年的努力已經有了改變 今年台灣設計展也成為他們最好的成果發表會舞台 剛看完這個展區其實真的是滿滿的感動 尤其是其實在外面那個海報是非常非常具有意義的 因為這是代表在鷹哥這個陶瓷的產業 從我們的初代一代到二代的一個文化傳承 就是象徵著這件事情會深深不息的延續下去 所以文化能夠得到永續的經營 而且看到非常非常多精美的手工 和這樣子一代跟二代不一樣的創新 其實原來我們台灣還有這麼這麼棒的一些文化傳承 正在進行當中 大家應該今天有發現我今天有穿了一個 比較我平常不會穿的顏色 是一位神秘的老師指定的顏色 叫做鷹哥宏 家綺嗎 嗨老師 歡迎老師 謝謝 那老師呢 麻煩你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做王洪怡 那我是土生土長的鷹哥人 那很高興今天能邀請到這個家綺來鷹哥 今天老師是有指定顏色的嘛 那我今天是有合格嗎 對這個就是非常漂亮的鷹哥宏 好老師今天你把我就是邀請到這裡 是不是要做一些什麼樣的任務呢 有我們今天要帶你去這個永昌街 很有歷史文化的街 非常非常期待等一下老師會帶我 體驗什麼樣的活動 今天歡迎你來玩 沒有問題的 有很多活動可以玩 喔老師是不是到了 對我們現在到我們的永昌街 那我們等一下呢 會先去逛那一間灰色的建築物 那是我們的日和甜點店 那邊不只有甜點還有咖啡還有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哇這個建築好特別喔 是不是 而且我其實真的非常喜歡這樣的設計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們這一家日和甜點 這裡其實原本是一塊空地 那這個空地旁邊有一棵老樟樹 老闆為了把這棵樹保留下來 所以買了這一塊地 而且這一個建築物基本上就是老闆自己 把這一間店給蓋起來 我們這一間店它的風格其實就是比較偏文青風 很愜意的感覺 對而且甜點又非常的精緻 哇塞 天啊也太漂亮了 我已經分不出來就是 哪一個是特別招牌 對每一個都是招牌 每一個都是秘密武器的感覺 我試吃了兩個很不一樣的蛋糕 一個是永昌十一的檸檬塔蛋糕 另外一個是覆盆子玫瑰豆蛋糕 哇非常非常好吃 因為這個的裡面的Q彈的覆盆像布丁 像布丁 對然後加上外面很酥脆的口感 你非常適合打卡拍照 非常的漂亮 然後再來是這一款覆盆子感也是一個 就是比較偏酸的一種水果 但我剛才吃的第一口好像冰淇淋 就要嘴巴裡面有那種滑順的感覺 然後整個玫瑰的香味會在你的口腔散開來 所以這兩款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薦 就先到這 那我們就好好享受一下老師 來 老師等一下要帶我去哪裡呢 等一下我們會先帶你到陶具 陶具有一個帥哥老闆 那個該不會是剛才在海報上面有出現的人物 來我們本人在這邊我們看一下 確認一下是不是本人 嗨老闆 嗨老闆 哇塞老闆 這就是陶具的老闆 嗨老闆怎麼稱呼呢 我是Nick 老闆這邊主要是在做什麼樣的產業 我們在做陶瓷製作該怎麼從零製造出來 那我們現在一般現在都是用3D電影的方式去做原型 以前是用師傅去雕刻 那現在的話是因為師傅的年紀都比較大 那所以現在就是用設計師去做模型 所以現在客人比較講求是要對稱 那一些裡面會比較複雜 所以可以看到現在都是用3D的方式去做 抵達永昌街的尾巴之後 宏英老師帶我走進了一條蜿蜒的秘境 穿過這條在地人才熟知的路線之後 來到以花紙印刷文明的建國路聚落 老師在這裡向我道別 等待著我的又是另外一場全新的陶瓷體驗 老師好我是佳琴 老師怎麼稱呼呢 我叫王生 那我今天其實有介紹一個陶瓷的任務 那我今天是來這邊體驗 我們新探員是印刷工廠 所以等一下會讓你體驗 現在全台灣只有我們有的右下彩印刷 那最先我們會讓你嘗試一個做右下彩的印刷 這個是因為我看過是有點類似用衣服 也有這個 對 它其實概念都是一樣的 也是用網板 當然現在有更多的科技可以取得這件事情 但是這個是傳統的網板印刷 我們就來實際進行操作 好沒問題來吧 往下刷就可以了 來我們請自己操作看看 來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力道不夠均勻 我再一次我再一次 好 其實這樣就是可以的 這樣可以嗎 可以的可以的 有70分 有 有70分太棒 所以要現在送到產業線呢 OK對不對 對我們做混乾的動作 好的 好的老師 我已經準備好 我什麼都已經都穿好 我們現在就是要開始就是把這個東西轉印上去 對 這個是剛剛加其他自己印的花子 然後我們這張轉印花子它有深淺不同有沒有 深淺 那我們深的部分呢 就是要往磁器升上去 像我們就 剪自己想要的 對 剪自己想要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在你想要的位置上 然後呢 我們就沾一點水 然後直接在上面刷過去 但你刷過去的時候要用一點點的力氣 對然後我們等大概10秒鐘 有點像紋身貼紙的感覺 我們刷過去之後可以慢慢的打開它 可以看到它上去的時候呢 呈現在上面 很清晰耶 對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這張花子有沒有 剛生的那一面它也變淡了 對 對 所以說這個東西它只能轉印一次 如果一次失敗了 這張紙就是不能用的 我發現杯子會比盤子更有難度一點 對 對它是比較立體的 好 今天我做的這個杯子呢 會當作是獎品 非常感謝老師今天 讓我可以做一個這樣子 這麼可愛的一個作品 謝謝老師讓我提 好的現在來到這個展區S3是延續了我們去年 鷹哥產地開放日子的理念 不僅在這個空間打造了台日工藝現場以外呢 還請到了來自日本的職人們 展現所謂的日本的陶藝作品 所謂的立堅燒供大家觀賞跟購買 來老師你好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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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我是老闆 喔老闆 對啦老闆 老闆好 老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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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老闆老闆 可以稍微跟我介紹一下 因為其實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好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產品的特色 就是我們有開發一個手機的APP 喔是的 然後用我們這個APP呢 例如去造這個剛剛這個產品 喔好的我來造這個產品的部分 喔真的 就是我們把這個AR技術跟考試做一個結合 然後增加它產品的有趣性這樣 哇塞這真的太酷了 哇怎麼想到的 當初是 因為我以前是做手機業的 喔 所以就希望把那個手機的應用啊 跟我們傳統的考試做結合 對 太棒了 其實今天的一整趟里程都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 尤其是紅衣老師帶我體驗了非常多音歌的在地的傳統文化 讓我深刻的能夠了解到這邊的歷史文化跟特色 尤其是我自己也有親手製作的一個 右下彩彩繪盃也會做成禮物 然後讓大家抽獎 那記得鎖定下方的資訊欄 工作及生活 生活及工作 陶瓷故鄉故事的精彩遠不只有這些 要記得鎖定我們的頻道 並且按讚訂閱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會分享更多在地商家的精彩故事給大家